請卓委員長備詢 韓偉好 院長早 您辛苦了 今天我主要是也關注在教師荒 大概只有最後三五分鐘的時候需要您 所以您可以請坐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就 對對對 請坐 請部長來 這樣 好 那個 下一頁 剛剛我們有委員問到教師荒 那我很謝謝他引用我那個記者會所講的那個五個原因 那我當時辦這個記者會 其實第一個是跟教育部對話 因為教育部在去年發生的時候說是過渡期 然後說是代理教師荒 那可是其實我的研究發現不是代理教師荒 我們再看下一頁 因為如果是代理教師荒的話不會去年也缺人 結果今年還是缺 因為當時我們潘部長講說是過渡期 因為我們為代理教師已經做了相當多的政策改變 那我們部長應該了解 因為當時也是我非常關注代理教師的同工不同酬的問題 但是今年還是缺人喔 那所以表面上看起來是個過渡期喔 以下的資料就是要跟院長報告喔 其實這不是過渡期這是個嚴肅的問題喔 所以我才會召開那個記者會喔 下一頁我拜託教育部幫我去跟縣市政府 要來的資料我們以台北市為例喔 這個左邊呢是他們 那去年喔他爭正式教師 你看到我圈起來的七十九喔 是他其實缺四百多人 爭到三百多人喔 還缺七十九人正式教師 右邊呢是今年喔 缺額更大 他希望招四百多人 只招到兩百多人 缺了一百八十三個正式教師 那是因為正式教師缺不到人 所以才會再去爭代理教師 所以呢 代理教師這個制度 原本是因為有人懷孕喔 或者照顧假的一個制度 可是現在居然變成是在補正式教師之喔 就是說不只一年的不足喔 那我跟國教署喔 請教過幾次 這我發現國教署跟教育部 沒有真的了解這個問題喔 下一張喔 是要給 呃院長看的 這個是我辦公室自己找出來的數字喔 從你們的教育部的統計年報 因為你沒有這個統計 我們自己去算出來的喔 我們看喔 呃 一一 我們看這個連續幾年喔 呃院長你可以看一下 左邊這個圖的耶 藍色的是有教師資格的 就是考上有教師證的 下面那個黃色是他過去三年內 有來參與真實的 因為你有證照 就好像護士一樣 護理師有證照不代表他會來應徵嘛 那黃色的是來應徵的 你看到藍色其實逐年是上升的 有越來越多人有這個教師證 考上這個資格 可是下面黃色喔 你看它越來越少人在三年內 來參與喔 這個教師的真實喔 所以我們在看右邊這個圖 我來算統計喔 那教育部一直覺得說 欸其實有教師資格的人很多 我們一直在培訓 可是你會發現從原本有四成的人喔 三年內他會來爭取這個工作 去應徵嘛喔 可是現在只剩下幾乎三分之一耶 從四成二掉到三百分之三十四喔 就是現在喔 教育部沒有 居然沒有最新的資料 只有到一百一十一年喔 那我的統計喔 願意考教師的人喔 只剩下三分之一 有百分之六十六的 他有失賠取得資格 可是卻連去應聘都不願意喔 那這是我們現在遇到的最大的危機喔 下一頁 那我也要跟院長報告 這不是只是台灣的問題喔 那我看到陸續看到這些新聞 那我今年暑假去教育最高最厲害的 艾莎尼亞跟芬蘭喔 披薩都是數一數二的喔 他們也發生教師罷工喔 教師荒的問題喔 我們看一下從法國 義大利 日本喔 三成以上的教師喔 被認為是過勞死線 那你看到美國 英國 居然喔 政府還主張 就是說用居家工作彈性工時 吸引大家投入教師喔 美國喔 鬧教師荒 還有提到說要週休三日 是不是能夠讓有志之士喔 願意投入 大家都知道教師非常重要 那你可以看到全球 我不知道原因 也許是3C產品年輕世代 越來越難教喔 那也許是我們對教師的要求 越來越多喔 所以台灣不是唯一面對喔 這個的處境 可是我們跟別的國家比 我們現在有沒有找到解方 真正找到問題喔 我想看下一頁喔 那台灣的部分喔 那如果一直認知是代理教師荒 那就是教育部喔 沒有看到 那我們看到就是一些表面上的 媒體的分析都還常是錯誤的喔 那大家至少看到是年輕世代 他們不願意投入這個行業 那往下看下一頁 這個就是剛剛有委員引用到的 我這個五個分析啊 那我結合幾大教師會跟教師工會喔 在今年教師節喔 那針對教師荒提出喔五個原因 那今天我只跟院長討論前三個喔 我提出的五個原因喔 剛剛有委員喔 他有用我這個講法喔 第一個是108課綱給的全新備課資源少 我認為108課綱方向是對的喔 我們看到民主國家的方向是這樣 可是呢108課綱對師資的要求跟能力是更高的喔 那我們給的貝克資源少 第二個還是回到喔 對老師來講各項加給過低 不符合他耗費心理 他多開門課 其實喔他基本上沒有得到更好的待遇喔 第三個是行政繁重喔 偏離教學專業 行政繁重有非常多的原因 包含我後面幾個就是 姓平然後霸凌喔 那教師疲累喔 那還有校園職場 不管是校長霸凌喔 就主管霸凌喔 甚至有老師認為家長都在霸凌喔 那是一個很不友善的職場喔 那這我今天就針對前三項喔 想跟呃院長討論 那也要跟院長報告 教育部其實有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喔 那教育部的解方是什麼 第一個下一個 下一頁 教育部針對行政繁重喔 目前的解方是針對兼任的行政教師提高加緊喔 那可是我要覺得說其實這是不足的喔 我待會會提到我認為是人力喔 因為你工作越多我們現在聘用辦公室助理都知道 你有時候加薪喔 可是工作量沒有減少的話 其實喔那助理還是有可能會選擇離開喔 因為年輕世代他們對工作的想像也跟就是過去的世代不一樣 所以教育部有在努力 可是我覺得這個解方還是不足的喔 下一頁喔 那針對108課綱 教育部也一直在改善 那目前教育部的解方是增加教師研習時數 補助終點費 那這個解方呢有沒有用喔 我請院長看下一張我自己做的數字喔 下一張 我們看一下教育部說要補助終點費 院長你看上面那條線是基本工資 基本工資這是19年來的資料 66元一小時漲到190塊 是不是漲了超過三倍 那我們民進黨政府裡面漲特別多對不對 可是我們如果把教師終點費19年來看 從260塊漲到336元 欸 只漲了29%欸 那要跟院長報告 你說欸 教師終點費本來就比去便利商店打工高嘛 不能這樣想 因為備課的時數沒有算進去 對不對 他教一門課 尤其是108課綱這種新課 背後不是只是教書那一小時欸 所以對教師來講 我會講這種加級掌的方式喔 實際上不符合耗費心理 如果你跟第一線老師討論 他就覺得那我教原來的那些就好了 我為什麼要投入喔 所以其實就目前教育部的解方喔 那我認為喔 也並沒有真的能夠解決 教師荒的問題 尤其是對年輕世代 那我們再看下一頁 院長 這是我非常認同的 院長應該看得出來 你知不知道這張是哪裡來的 院長曉不曉得 6到18歲多元軍優教育環境 成就每個兒少 沒關係喔 那個院長可能看的資料量太多了 這是我們賴清德總統的證件 教育方面的 那我就不一項一項列入了 我要跟院長報告 我非常認同賴總統的教育證件 只是他裡面少了一個東西 他每個證件都要教師做更多 包含就是歧視性貧 那些我都也很認同 可是針對如何達到這個 多元軍優的教育環境 以我當大學老師超過10年 師資是最核心的軟實力 如果教師荒 我們再好的證件 那沒有優質的老師投入 那年輕世代 他甚至有人就寧願去當警銷 就是說離開教職 真的有這樣的例子 那我想 因為他下班就是下班的 教師下班 是說家長可能還會打電話給他 所以我想下一頁 那我要講的是好的教育 我們賴總統的證件很好 可是需要教師投入更多 每個都教師要投入更多 可是我們卻沒有給教師 實質更多的支持 那我覺得這是目前很大的一個危機 那再看下一頁 所以我今天的這塊板子坐在這裡 其實是要幫我們教育部跟教師 向院長請命 我覺得需要人事行政總處跟主計總處 共同來提供資源 為什麼需要提供資源 以下是我的解方 我不知道下一頁 我不知道部長是不是認同 我覺得你們現在那個解方還是不夠 以我看到這個問題的本質 那你們的統計分析也還沒有找出 那當然這是可以討論的 這我提出來的解方是不是最好的解方 那但是我想你們目前對外的回應 都還沒有真的了解問題 第一個我認為不能只給錢 你行政加級給更多錢 可是因為工作量真的太大了 就是說原本的人在分擔這麼多的工作 我覺得行政應該要專職化 就是人事行政總處主計總處 應該要給教育體系更多的人力 要增設行政專職人力 讓老師專心做老師 那第二個我認為108課綱 那現在的方式可能會晚不繼極 那剛剛其實有委員談到 非常多人為什麼小學就去補習 我的理解是因為我們有些城市 私立中學被認為比較好 他其實是為了要考私中 那是擔心108課綱在公立學校的 開書的課不夠多 那這是我初步的觀察 那我認為一個比較快速的解決方式 當然我們師資這邊培育可以加強 就是108課綱其實我們可以去增聘專業的師資 不管是社區大學講師或是各方面有各種專才的 也許會是一個要求老師開課開更多的課 我覺得會是一個那這也是需要錢 第三個我想目前的教師的終點費調升方案 跟教師的薪資真的不符合他們的去說付出 我剛剛已經拿基本工資 因為如果去超商下班就下班 那可以漲這麼多 那為什麼當老師只有漲十九年綁 百分之二十九 那這三個解方 真的不是教育部可以單獨完成的 都需要院長支持 人事行政總處跟主計總處一起來 那院長是不是可以承諾說 協助人跟錢呢 幫助教育部真正解決這個教師荒的問題 那讓我們賴總統很好的教育政見 真的可以好好的落實呢 那今天其實我花這麼多時間 就希望把這個問題講清楚 那我知道要卓院長的協助 光靠教育部他就只能夠在 增加一點點小錢的方向上努力 那以上不知道院長是否認同 謝謝委員 在台灣的社會 教師應該本來是一個穩定 受尊重 而且有成就感的工作 但是經過這樣的變化之後 他變成一個行政外務壓力大 而且不友善的職場環境 甚至於他因為學習方式的改變 也改變了私生之間的關係 這個是現實社會 那教育的預算 雖然不是憲法的民文規定 但是我們編列在百分之二十三這個數字 是一直長年在達到這個目標的 所以它是非常龐大的 而且我也知道在所有教育預算當中 有很大的比例是在人事的預算方面 但就儘管如此 我們對於這些剛剛委員所提出的幾個不合理 該增加人的 或者是就增加福利的部分 終點會的條件 我們還是願意很誠懇的去檢討 在現有的機制底下 去做一個合理性的調整 那我會請教育部來盡速往這個方向想 來提出一個說明跟報告 那還是請院長也考慮 人力的部分也要增加 因為行政專職化 就目前學校裡面的行政工作 那讓教師可以專心教書 我會覺得是根本解決的部分 要不然你原本的勞務這麼的多 我們剛剛講到不管是霸凌 性貧各方面 還有我們的普特融合 那其實增加了非常多的行政工作量 那院長還是希望您可以考慮好嗎 好 我們請教育部 趕快往這個方向來做一個思考 來跟委員再請教 好 那最後關3C的部分 我也是我要辦的一個公聽會 那到時候我想這也是 數位時代的一個共同的議題 那我們也希望教育部一起來 好 謝謝 謝謝院長 謝謝方委員 謝謝卓院長 謝謝